各位朋友,巴以冲突在起,中东火药桶随时都要爆炸了 中国的解放军的六艘舰艇这个时候出现到了中东 意味深长啊 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解放军舰艇出现以后立刻局势起了重大的变化 各位啊 根据各家媒体的报道 这六艘军舰携带着64枚超音速的反舰导弹 果然呢 真理就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啊 今天传来的最新的消息 突发中国的海军舰队出现在加沙地带以后 以色列无限期的推迟了对加沙地面的入侵 随着拜登的上台谁掌权现在变得越来越清楚 中国正准备推翻美国 并消除他们在全球范围内为所欲为的唯一的主要障碍啊 中国要在全球为所欲为 拜登的弱点和无能力制定明智的战略 正为伊朗俄罗斯中国联盟接管世界铺平道路 报纸人员防卫押洞距离三百公里 发现一笔空中物鸟将我先进 连领舰载机潜艇 故障分队 执行一号作战判案 上级命令武艇 辅助在海域执行战斗任务 配合水面舰艇进行空中火力支援 引导上级火力 一笔打击 大家注意力量 加油 报纸人员防卫押洞距离三百公里 发现一笔空中物鸟将我先进 连领舰载机潜艇陆葬队 执行一号作战判案 上级命令武艇 辅助在海域执行战斗任务 配合水面舰艇进行空中火力支援 引导上级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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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守住 加油 确实把他们给吓着了 的确他们也有理由害怕 美国的航空母舰现在是瑟瑟发抖中 中国呀派出了两艘052D排水量超过7000吨的导弹驱逐舰 它呢 在这个区域海战里边拥有绝对的优势 中国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基本上没有办法防御 所以美国的航母都在射程之内 尤其是中国现在改进型的052D的导弹驱逐舰 现在还有了外貌的版本 我们看一下啊 我现在登上了人民海军战江舰前号165 它在2021年入列 绝对是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当中的年轻派 这里呢 是它的直升机起降甲板 作为新一代052D驱逐舰的改进型 它的直升机甲板呢 要更宽大一些 这也方便它在远洋航行时起降直升机 我们接着再往里看一看 从舰尾走到舰首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整艘舰上几乎处处可以看到舰载武器的身影 比如说我身旁的公用导弹垂发系统 还有我身后的130毫米舰炮 上方万发炮搭配舰空导弹的近防系统 以及鱼雷 整个武器阵容搭配非常的丰富 专制火力不足普居正 作为新一代中华神盾 出了强大的拳头 新一代战江舰还有锐利的眼睛 它装备的多用图像控制雷达 可以看到数百千米外的天空 而且可以同时探测跟踪 佐定多个空中与水面目标 并引导导弹进行打击 结合先进的远程防空导弹 真正实现区域防空 为整个远洋舰队撑起可靠的保护伞 现在的战江舰是人民海军第二艘以战江为名的战舰 它的上一代正是一艘051型导弹驱逐舰 而且弦号也是165 能够同时继承上一代的舰名和弦号 这在整个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中都是屈致可数的 相对于老战江舰 第二代战江舰无论是作战领域 作战维度还是火力强度 早已是前辈往前莫及的 我现在呢站上了战江舰的封闭式航海舰桥 那么它的舰桥呢和一般舰艇相比啊 高度比较的高 大概有四层楼多 那么下方的舱室能安放的就是相控阵雷达了 那么这里呢就是战江舰的驾驶室 这里位置高 视野好 同时呢操作页面非常的简洁 置身于驾驶室当中啊 可以感到这里面的温度是比较舒适的 这是因为全舰都安装了中央空调 舰艇在远航时 要面对大洋深处的风浪 跨越海区经历冷弱环境变化 那么这不仅仅是为了舰员在执行任务时更加舒适 同时呢也是各类电子设备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 可别小看了这样保障能力的进步 在远洋作战时 在定程度上呢 保障力就是战斗力 我在老战舰生活了12个年头 你可能想象不到 因为我们建没有餐厅 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 都是端着碗炖在家里面上吃的 老战舰用的是蒸汽动力 用的是锅炉和气轮机的 我们鸡汤的温度达到50到60度 每次我们在鸡汤值班 做幸福总是湿了又干 干了又湿 自从接了新战舰舰以后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说生活吧 现在我们就餐有了 宽敞明亮的餐厅 我们可以在餐厅里面舒适地就餐 工作环境就更不用说了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是 拆热动力 我们机动性更好了 然后仓室的温度呢 也更低了 没有以前那么高 只有三四十度 以前我们一个站位必变 需要五六个人同时配合 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现在我们新战舰舰燃气轮机 智能化和机能化成都更高了 只需要一个人按几个按钮 几十分钟就可以必变 作为新战舰舰的轮机机师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 我们动力装备的变化 机动性更好了 耗油量也更低了 让我走得更远 看到了更多的风景 建设了什么叫真正的深蓝 两代湛江舰的变迁 变化的是更先进的装备 不变的是人民海军 代代传承的深蓝梦想 从黄水到深蓝 他们向着大洋深处 不断跨越 这一次呢 中国海军的编队呢 除了052D导弹驱逐舰以外呢 还有万吨的这种这个补给船 还有两艘054级的护卫舰 这个903型的综合补给舰呢 是中国的千岛湖舰 以及东平湖舰 排水量呢 都超过了两万吨 这个后续携带的弹药 和超音速的反舰导弹 那得有多少啊 朋友们 而且呢 052D直接就 从600公里之外 就可以威胁美国的整支航母舰队啊 他们是真怕了 各位啊 巴以爆发大规模冲突以后 美国第一时间向东地中海 派遣了福特号航母 随即还出动了艾森豪威尔航母 用两支核动力航母打击群 来公开声援以色列 同时射压巴勒斯坦背后站着的众多阿拉伯国家 在以色列国防军轰炸加沙进行会医院 导致上千巴勒斯坦民众死伤 中东局势日真紧张下 这支火药筒随时将被点燃 从而引发第六次中东战争的态势 在红海 波斯湾等海域 存在着两支来自东方的作战编队 即中国海军第45批护航编队 成员由052D型导弹驱逐舰 118乌鲁木齐舰 054A型导弹护卫舰 54701舰 和903A型综合补给舰 960东平湖舰组成 另外一支中国海上作战群 就是已经完成护航任务的 第44批护航编队 成员由52DL型驱逐舰156资博舰 054A型护卫舰532荆州舰 和903型综合补给舰903千岛服舰组成 两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两艘驱逐舰 两艘护卫舰和两艘综合补给舰 并未参与发以冲突的任何一方 而是为了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展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负责任态度 两支海上护航编队 在保障红海波斯湾等能源通道的安全 本身就是中国对于中东地区稳定的贡献 对外彰显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这与来自北美大陆动用两支航母打击群 来保护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民众 进行无差别狂轰滥炸的国家 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对巴以冲突的公正立场 呼吁双方立即停火 保障加沙地带民众的生计 以及两支海军护航舰艇编队 保障红海波斯湾石油等能源航道的安全 无疑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 同时有助于提升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 目前 中国海军第45批护航编队 继续在红海、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执行护航反海盗的繁重任务 中国海军第44批护航编队 继访问阿曼以后 驶入了抵达舒威赫港 开始对科威特进行友好访问 在巴以局势动荡 中东地区有可能爆发战争时 此举可谓进可攻、退可撤侨 将处于非常有力的态势 中国海军两支护航编队的存在 能确保对我能源安全 具备重大战略意义的波斯湾 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 以及红海、亚丁湾、索马里等海域的安全 中国海军两支护航编队 两艘7000吨级防空驱逐舰 两艘4000吨级导弹护卫舰 和两艘2.5万吨级综合补给舰 在海湾地区的部署 堪称未与筹谋的布局 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标志着中国海军能够执行远洋作战 本身就具有某种威慑作用 中国政府和海军的态度 是站在正义和公道的一方体现出了东方大国的担当 中国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分歧 鼓励巴以双方以两国方案为基础重启和谈 以色列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 落实联合国制定两国方案 以实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和平共存 打破长期以来中东存在的巴以冲突的困局 阿联酋网援引半岛电视台报道 中国海军052D型导弹驱逐舰南宁舰 在参加完阿曼23联合军演以后 在阿联酋方面的盛行邀请下 052D南宁舰前往阿联酋 参加了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 引发外界极高的关注和好评 另有消息称 中国正在考虑对外出口052D型导弹驱逐舰 现在中国直接派出052D型导弹驱逐舰 参加中东地区最大防务展 可见中国是有意愿将052D型导弹驱逐舰 推向国际市场 事实上 中国在去年的珠海航展上 就已经公开展出了 052D型导弹驱逐舰的外贸版本 在那届珠海航展上 中船重工集团公布了出口型 052D导弹驱逐舰的基本信息 并命名为052D1型金沙6000级导弹驱逐舰 资料显示 052D1出口型导弹驱逐舰的性能参数是 排水量为7500吨 柴展发动机联合动力最高航速32级 和解放军的原版一样 052D1型导弹驱逐舰 拥有64个850毫米口径的垂发单元 垂发深度9米 可以实现导弹的冷热供架 相比之下美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MK41垂发系统 口径仅635毫米 深度为7.7米 除此之外 052D1还安装有四面大型有源相控阵雷达 130毫米主炮 30毫米多管近防炮 红旗石近防导弹 可发射各型防空 对地攻击 反舰和反潜导弹 充分体现了这款驱逐舰的多功能性 而这里面的重中之重就是大名鼎鼎的英机18导弹武器系统 该型号一开始是中国航天科工三任研制的 用于潜艇作战的一型潜射反舰导弹 综合指标国际领先 后又通过改型安装在导弹驱逐舰上 与红旗9B舰空导弹系统进行冷热供架垂直发射 成为一款先进的舰对舰导弹 具体点讲究是 英机18是中国最先进的 亚超结合反舰导弹 所谓亚超结合 结导弹在飞行初中段采用架音速 进入末端攻击的阶段 速度提升到超音速 兼顾攻击射程和突防能力 在实际的作战流程当中 英机18导弹在大部分的巡航段都使用涡扇发动机 按照预先装定或中途修订的复杂航路 进行超低空自导飞行 巡航速度为0.8到0.9马赫 在距离目标大约30到40公里的时候 英机18导弹会抛掉巡航段的弹体 随后启动末端冲刺的固体火箭发动机 将导弹加速到3马赫 进行末端超音速突防 因此具有极高的突防概率和命中率 尽管英机18反舰导弹 是以核置3M54E巨路部导弹为基础研制的 但是英机18属于典型的 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因为英机18之于原版3M54E并不是完全照搬 而是有了很大的改进 其中最大的变化是 英机18导弹采用了比俄置俱乐部导弹 更先进的巡航发动机 同时得益于更先进于体积更小的制导系统 引导投射机 使得英机18可以拥有更大的燃料箱和射程 值得一提的是 相比于海红旗9的冷发射 英机18远程反舰导弹的发射过程 采用了热发射原理 画面上能看到先喷出了火焰 这是导弹在启动自身火箭助推器 热发射是导弹的火箭助推器 直接在发射筒里点火 利用自身推力将导弹推出桶 导弹热发射的优点是 结构简单可靠性高 不过热发射的弹体 会直接受到高温燃气的冲击 因此对导弹的抗冲击 和抗高温性能的要求极高 回到话题本身 中国052地形导弹驱逐舰 南宁舰副阿联酋 参加2023阿布扎比防务展 舰上的说明牌标出了 舰载红旗9舰空导弹 和英机18反舰导弹的性能数据 其中英机18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为600公里 海红旗9舰空导弹的射程则为200公里 这里需要提一下 前几年科技日报报道 英机18导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时候 曾对英机18反舰导弹的射程有过说明 当时有好多网友不相信 科技日报对英机18反舰导弹的射程 描述是出人意料的远 英机18射程是3M54E俱乐部反舰导弹的三倍 比美国的战斧式导弹射程还要远100多公里 简单计算可知 俄罗斯3M54E俱乐部导弹的射程约为220公里 三倍就是660公里 而海上战斧式导弹 则是指美国BGM-109B反舰型战斧导弹 其最大射程是550公里 如果再远100多公里 那么英机18导弹的射程就应该为660公里左右 因此南宁舰说明牌上写的反舰导弹射程为600公里是可信的 换句话说 英机18导弹射程超过600公里 现在终于被解放军自己证实了 那么600公里对于一款反舰导弹而言 到底是什么概念呢 这意味着中国英机18导弹是目前全世界所有 掠海型反舰导弹里射程最远的 远到052D即便对阵的是美国航母 也能在600公里之外对这些水面舰艇达出致命提及 此前九阵认为美国最新型的LRASM隐身反舰导弹 才是世界射程最远的说法并不准确 因为根据美国国防部武器办公室的最新官方数据 LRASM射程其实只有300海里 折合为射程550公里 并不是以往传说中的900公里射程 因此我们总结一下就是 英机18是目前全世界建议的射程最远 射程600公里 略海高度最低低于8米 并且全方位超越了格置原版3M54E 成为了现役装备中 突防能力最强的飞航式的反舰导弹 没有之一 有中国的两艘052D驱逐舰在的话 美国的两个航母战斗群 我估计都不敢参战了 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 你看一个是64枚 两个就是128枚啊 两个航母战斗群 感动吗 根本就不敢动啊 各位 那中国这一次的这个六艘 舰艇到了中东 确实是尽可攻退可守啊 是吧 一个是威慑了美国的航母舰队 根本就不敢再行动了 再一个呢 就是说撤侨 如果真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了 那中国在以色列的撤侨活动 有两艘万吨的补给舰啊 这个中国在以色列才几个人啊 现在有人老说 中国在以色列为什么不撤侨 关键是还没到那个地步呢 商业航班都还没断呢 撤个毛桥啊 你要害怕你想走的话 自己买机票走不就完了吗 你要真等到中国的海军舰艇 去组织撤侨的时候 那才真正的到了危急的时刻了 对吧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